风水天衣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41章 呼 我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以后就朝着水底沉了下去 很快 我便看到了水底李翠娥那挣扎的身影 我二话不说的就前到了李翠娥的身边伸出手拉住了李翠娥的手臂 就在我用力要将李翠娥从水里面拉上来的时候 忽然间我看到李翠娥的头发变成了绿色 开始疯狂地生长了起来就像是水草一样 李翠娥那如水草一般绿色的头发瞬间哗啦啦地缠绕住了我 将我包裹了进去 糟糕 上当了 这不是李翠娥 是那尸鬼 我大尸一惊 手中摸出了一枚锋利的铜钱 就搁在了李翠娥的头发上 死啦 随着一阵清脆的头发断裂声音响起 我便从李翠娥的控制之中挣脱了出来 接着手中摸出了一枚棺材钉 毫不犹豫地朝着李翠娥的脸上凿了下去 嗷呜 只听一阵惨烈的叫声响起 李翠娥的脑袋就被凿穿了 鲜血哗啦啦地流了出来 我紧紧地盯着水中的李翠娥 水中的李翠娥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现出了圆形 变成了一根长长的木头 在这长长的木头上还雕刻着一张人脸 不是别人 正是李翠娥的样子 果然 是尸鬼要害我 看到这里 我的眉头就紧紧地皱了起来 拖着木头从水里游了出来 哥哥 妈妈呢 我刚一上岸 憔悴无比的皮铃儿便凑了过来 焦急地问道 不在水里 说完以后 我四下看了一眼 很快便在孙涛医馆附近看到了一个摄像头 正好对着江边的方向 看到这里 我没有丝毫地犹豫 连忙就去调取了摄像头了 监控视频之中 李翠娥出了药铺以后 就静止来到了红江边 就在她跳下去的一瞬间 我看到了一道黑影席卷着李翠娥消失在了监控视频之外 果然 李翠娥被尸鬼给抓走了 就在我准备关掉监控的时候 从监控之中出现了一个人影 那是一个老头 他冲着我说道 想你妈妈活命 离开红城 老头说我 转眼就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之中 看到这里 我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许 许诺 真 真 真的是你吗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熟悉的身影忽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从西江市来到红城打拼的朱凯基 两年的时间不见 朱凯基比从西江市离开的时候 要苍老了许多 脸上也布满了皱纹 八 朱许诺看到朱凯基以后 也是十分的惊讶 接着便无比激动地 跑到了自己父亲边上 孩子 真 真 真的是你 你真的醒过来了 朱凯基从西江市离开的时候 朱许诺还是昏迷的状态 现在已经醒了过来了 朱凯基别提有多么的激动了 嗯 爸爸 多亏了建青哥哥 我才醒过来了 朱许诺开口 说道 风水天一 皮建青朱许诺 第1442章 好好好 醒过来了就好 建青 许诺 我们回家 朱凯基没有想到 能在这里遇到我们 我们也没有想到 会在进城的第一天 就遇到朱凯基 朱凯基想带我们 回他在红城新买的房子之中 我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 而是回到了道一铺子 找到了皮铃儿 皮铃儿红着一双眼睛 望着我说道 哥哥 妈妈他 他是不是已经被大水给冲走了 死了 皮铃儿对李翠娥的感情 自然是比我深的 望着满脸难过的皮铃儿 我安慰着说道 铃儿 你听好了 妈妈还活着 只是失踪了 你不要想那么多 皮铃儿听完以后 还是满脸担忧的 望着我说道 那哥哥 妈妈什么时候 回得来 我也不知道 说实话 我无法回答 皮铃儿这个问题 因为李翠娥 是被失鬼给抓走的 我不知道要花多长的时间 才能够找到那个失鬼 望着皮铃儿 那又暗淡下去的眼神 我拉着他的双手说道 你放心 我跟你承诺 如果你能够考上清北 我一定帮你找回你的妈妈 不是我的妈妈 皮铃儿望着我 说道 是我们的妈妈 听到皮铃儿的这话 我愣了一下 想起铃儿 刚刚和我说的 李翠娥并不是 真的想要和我断绝关系的话 我心里多少有些愧疚 便点了点头 说道 对 是我们的妈妈 说到这里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这三年来 我有看到过妈妈几次 却从来没有看到过爸爸 于是我望着皮铃儿问道 铃儿 爸爸呢 怎么不见爸爸 听到我提起爸爸 皮铃儿的眼睛又红了起来 看到皮铃儿这个样子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知道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我拉住了皮铃儿的手 只听哽咽地说道 爸爸他 爸爸他十年前 说去平城打工 从此以后便失踪了 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平城 是历朝历代的古都 我爸爸竟然在平城失踪了 我听完以后 眉头就紧紧地皱了起来 一个大男人怎么说失踪 就平白无故地失踪呢 就在我思索着我父亲 失踪的事情的时候 皮铃儿又哽咽地说道 哥哥 爸爸妈妈都失踪了 现在我就剩下你 唯一一个亲人了 你别不认我 好不好 之前我假装不认识 皮铃儿的事情 在这丫头的心里 还是留下了一些阴影的 我伸出手摸了摸 皮铃儿的脸蛋 说道 放心吧 在找到妈妈之前 你就跟我和许诺姐姐在一起 什么姐姐 叫嫂子 一旁的朱许诺 立马就纠正了我的说法 皮铃儿也十分乖巧地 冲着朱许诺 喊了一声嫂子 惹得许诺嘻嘻笑了起来 风水天衣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43章 哥哥嫂嫂 我不能跟你们一起 我还得回学校读书了 我们学校是全封闭的学校 只有周末才有时间找你们 皮铃儿说道 正好这个时候 皮铃儿学校的一行人 找到了我 在安顿好皮铃儿之后 我就跟着朱凯基 来到了他在红城买的别墅之中 和在西江市四开四合的古老四合院相比 朱凯基在这里的别墅倒是小得多 一间独院的三层小楼 外加一个独栋的小厨房 在别墅的一楼大厅坐下以后 朱许诺便迫不及待地问朱凯基 关于他母亲金慈敬的事情 听到朱许诺提起胡慈敬的事情 朱凯基的脸上不由的就布满了一层愁云 只听他说道 我来这里快三年了 也一直没有找到你妈妈 你妈妈就像是突然失踪了一样 提起失踪这两个字 我又想起了几个人 首先就是金颜儿和常老师 三年的时间我也去找过他们 可是除了知道常老师 可能就是明朝初期的常玉春之外 我并没有再找到他们的任何线索 他们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还有就是六小师童和动儿的事情 三年前六小师童之中 除了小六死了之外 其他的人都在万石谷消失了 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们 除了以上这些失踪的人外 还有一个人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了 就是十三爷 现在朱许诺苏醒过来了 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了 就在我们说话间 一个慌乱的保安跑了进来 那保安静止地跑到了 朱凯基的面前说道 老板不好了 那些刁民去 去去营销楼闹事了 听到保安的这句话 朱凯基本就不好看的脸色 又阴沉了下来 他说了一句 马上过去以后 就让保安离开了 看到保安离开后 朱许诺拉着朱凯基的手问道 爸爸 发生了什么事情 朱凯基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 三年前我和你爷爷商量 便卖了在西江市所有的家产 来红城发展 刚来的时候 我们在红城的郊区买了一块地 搞房地产开发 你们刚来就能够在红城买到地 没有人和你们竞争吗 我好奇地问道 朱凯基解释道 那地很偏 本地人了解到了城市的规划 十年内那里都不会有发展 所以就没有人竞争了 我也以一个相对低的价格买了下来 谁知道 我刚把地买下来后 红城就换了一个新的主持工作的人 新老板推翻了旧的规划 打算稀阔了 一时间地买的那块地 就翻了几十倍的价格 翻了几十倍 这么地夸张 朱许诺听后 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我也是十分地震惊 省城的一个政策 就能够轻轻松松地 让一大批人发财 嗯 朱凯基点了点头后 说道 自从新规划出来了以后 刘远威就开始惦记 上了我的那块地了 派人又是威胁 又是诱惑地想要让我 把地转让给他 都没有成功 后来刘远威就抛下狠话说 那块地风水不好 我搞不定 早晚要砸在我的手上 朱凯基能够在别人的地盘 把地强行地留下来 应该也是认识一些人 或者是有些本事的 一开始我不相信 刘远威的话 开始在那块地上开发起 商助一体的大项目了 今年所有的房子预售时 也都被抢售一空了 可是在房子如火如荼加盖的时候 却遇到了一件怪事 风水天衣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44章 我问朱凯基遇到什么怪事的时候 朱凯基常常地叹息了一声说道 从三个月前开始 工地上就开始闹鬼 几乎隔三差五就有人出意外 不是从吊塔摔下来 就是意外的掉进混泥土坑里被冻住 工地上出点意外不是很正常吗 我说道 朱凯基又是叹息了一声 说道工地上死点人倒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哪个大工地不死人 怪就怪在每到了晚上 工地里面就会出现鬼哭的声音 这可就吓坏了工人们了 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在工地上施工了 我做到一半的工程就停工了 我听完以后 沉言了一会儿后说道 如此看来的话 那就是你们工地上的风水出问题了 有没有请风水师看过 请了 朱凯基说道 工地初期死人的时候 我们就请了当地风水协会的会长 云台寺的大和尚来做法 等等 什么是大和尚 头比较大的意思吗 我听到后 好奇地问道 一旁的朱许诺听到我的这句话 扑斥一声就笑了出来 只听他解释道 大和尚不是头比较大的意思 和天师府的黄子红青绿道袍划分一样 云台寺的和尚也分为等级 从高到低分为主持 长老 堂头和尚 大和尚 和尚这六个等级 云台寺的大和尚也就相当于天师府的青袍道长了 正宗风水师们出来的道士 那可是比普通风水师要厉害的多 难怪一个大和尚能够成为红城市一地的风水协会会长 见我们分清楚了和尚和大和尚的区别以后 朱凯基就继续说道 大和尚做完法事以后 工地确实安分了一周 可是好景不长 我们工地刚一复工就发生了一场大型坍塌事故 十三个工人离奇地失踪了 说到这里 朱凯基有些心有余悸了起来 是失踪还是死了 朱许诺满脸难过地说道 哎 许诺 你就当是失踪了吧 工地上的事情不用搞得那么明白 就在我们说话间 我听到外面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在我疑惑的注视下 又有两个气喘吁吁的保安跑了进来 那两个保安静止地跑到了朱凯基的面前说道 老板 不好了 那些 那些闹事的人全都爬到销售部的楼上去了 他们要 他们要跳楼了 走 我现在就过去 朱凯基脸色一变 连忙快速地走出了别墅 我们也去看看 看着朱许诺满脸担心的样子 我也跟着追了出去 朱家的销售部离工地很远 在市中心的一栋七层高的大楼之中 我们来的时候 大楼前面已经围满了人 这些人穿着统一的白色衬衫 衬衫上都写着复工两个大字 他们还纷纷举着白色的横幅 横幅之中写着 朱家老赖骗取房款 伤天骇礼 强烈要求远大集团进场接手工地 朱凯基来了 朱凯基来了 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 围观的群众纷纷地围上我们的车队 这些人一个个愤怒地敲击着车窗玻璃 开门 开门 强烈要求转让工地 不转让工地 我们就跳楼了 远大集团是刘不平老爸刘远威的产业 也是红城市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坐在后排的朱许诺 不解的看着坐在副驾驶的朱凯基问道 爸爸 这些人来闹市 怎么还和远大集团扯上关系了 风水天一 皮贱清朱许诺 第1445章 朱凯基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开口说道 因为我们工地停工的这几个月 远大集团的刘远威明确在公开场合表达了 他愿意接手工地 并且有能力接手工地的意愿 如果价格合适的话 也可以把工地转让给远大集团啊 毕竟这是个烫手的山芋 我说道 朱凯基苦笑了一声说道 我们也不是没有接触过 可是远大集团根本就没有一点诚意 他们只愿意出地皮的钱 而且还是按三年前的原价收购 至于我们工地盖了一半的楼花的钱 他们是一分都不出 这也太过分了 要这样搞的话 我们朱家岂不是要赔得倾家荡产 朱许诺愤怒地说道 朱凯基点了点头 说道 其实刘家早在我们开发工地的时候 就警告过我们 说到了红城是一切都要听他们的 是龙也得盘着 是虎也得趴着 好大的口气 我听完朱凯基的话以后 不由地感慨地说道 下了车以后 一群穿着西装的人 纷纷地围了过来 其中戴着手表 挺着肚子的西装男 走到了朱凯基的面前 满脸怒意地说道 朱凯基 你看这事情闹得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的帽子也戴不住了 林老总 朱凯基刚一开口要解释 那大肚男手一抬说道 我不听你解释 给你十天的时间 解决工地复工的问题 解决不了的话 我就要吊销你们的一切资质 这 别讨价还价 赶紧把这里闹事的人安抚好 安抚不好的话 有你好果子吃 说完 那大肚子男人背着个手 就朝着前面摇摇摆摆地走了过去 在那大肚子男的身后 还跟着一群提包的 穿着白衬衫的人 这人是什么人 这么嚣张 我疑惑地看着那大肚子男 说道 你懂得 朱凯基嫌弃地说道 就在我们说话间 顶层一个拿着大喇叭的西装男 冲着楼下的我们吼道 朱凯基 你再不把工地转手的话 我们就跳楼了 就是那西装男大吼的时候 无数的摄像机朝着我们这边打了过来 对准了我们 转让工地 转让工地 楼上的人吼 围观的人群也都纷纷地吼了起来 望着这些愤怒的人 朱凯基十分地为难 我低声地冲着朱凯基问道 叔叔 现在到了交房的时间吗 朱凯基摇了摇头 说道 没有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这些人这么着急 做什么 朱许诺小声地嘟囔着说道 风水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46章 行 知道了 这里就交给我吧 说着我接过喇叭 冲着楼上的那些人 大声地吼道 工地 是我岳父大人开建的 凭什么要转让 不转让可以 那你们复工啊 你们不复工 我们就跳楼 那西庄男说道 有哪条法律规定 我们工地 不能停工的 难道农民工 就不是人 不要休息的吗 说着 我看向了那些 端着长枪短炮的记者 说道 现在天气热 我们心疼工人 给工人放几天假 公子照发 请问有什么错误 这位兄弟 我听说工地 是闹鬼 你们才迫不得已 停工的吧 一个短发女记者 直接开口问道 一看她就是 刘远威请来的人 我不慌不忙 死死地盯着 这女记者的眼睛说道 闹鬼 你是哪个电视台的 红橙社的 女记者得意地说道 西江省最大的电视台 闹鬼可是你说的 你们上集 没有告诉你们 不能相信封建迷信吗 原来西江省最大的电视台 也相信迷信这一套啊 我呵呵地说道 哗 我此话一出 女记者的脸色 刷的一下 就变得无比地慌乱了起来 她知道 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身为宣传人员 却在公开场合 宣扬牛鬼蛇神 这可是要被开除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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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说 你们工地闹鬼的事情 女记者连忙地否认道 我冷冷地一笑 说道 那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是看不起农民工 不能给农民工 休息的时间吗 我 我 我 女记者不敢 再回答我的问题了 转身就跑了 女记者逃跑以后 我重新走到了销售楼楼顶 冲着楼顶上站着的那排人喊道 你们谁是这里的画室人 我此话一出 楼顶楼下所有人都纷纷朝着楼顶中间 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中年难看了过去 张经理 你怎么在这里 朱凯基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人 张经理是谁 我好奇地望着朱凯基问道 朱凯基解释道 这人叫张阳 是远大集团的一个中层管理 销售部的经理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就是远大集团搞的鬼 张阳 你一个远大集团的人 跑这里来做什么 朱凯基望着张阳开口问道 张阳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理直气壮地说道 我远大集团的怎么了 我买了你家的房子 不能来为全吗 我 我 我 听到张阳的这句话 朱凯基一时间竟是不知道该如何的反驳 他转头求助地朝着我看了过来 我将朱凯基拉到了身后 冲着楼顶的张阳 喊道 你是买了我岳父家的房子是吧 是 张阳冲着我吼道 我淡淡的一笑又问道 那现在到了交房时间吗 你就来闹市要房子 张阳愣了一下 说道 倒是没到 但是你们停工这么久 肯定如期交不了房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47章 那到了那天 你再来为全 现在来为全个什么鬼 我说道 我们要你们复工 复工不了 就把工地转让给有能力的人 张阳继续吼道 那你去告我们吧 只有你告的赢就行了 说完 我冲着其他的人 说道 我在这里给你们保证 我们的房子一定可以如期的交房 如果你们还是不信的话 可以一起来告我们 说完 我拉着朱凯基转身 就要离开这里 楼顶的那些人 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发现不对 这样达不到他们的目的 张阳就拿起了喇叭 冲着朱凯基喊道 朱凯基 你要是不转让工地的话 我们就跳楼了 本来打算跟着我走的朱凯基 一下子就被张阳的这话给吓唬到了 他要开口说话 我拦住了朱凯基 在楼上众人疑惑的注视 吓走到了楼下 此刻楼下已经垫起了一个 三四米高的气垫子 我让朱凯基的工作人员 将这气垫子的气全部给消了 然后冲着张阳喊道 来啊 跳啊 不跳是孙子 等你摔死了 我让我岳父赔一百万给你老婆 让你老婆带着这一百万 带着你的儿子改嫁 到时候别人吃着你的抚恤金 打着你的儿子 那场面可好看了 听着我的这番话 张阳的脸都绿了 一时间也不敢跳楼了 我这话是说给张阳听的 也是说给楼上的其他的人听的 其他的人听到我的这句话后 也纷纷地退到了楼房的边缘 不敢跳下来了 张阳的眼睛咕噜噜噜地转着 接着喊道 你复工不复工 不管我的事情 我退房 我们也退房 我们也退房 其他的人也都附和地喊了起来 要说这张阳的智商也十分地在线 一旦他带着这么多人退房了后 必然会引起恐慌 而朱凯基也属实被吓到了 他慌乱地看着我说道 见情之二 这方子可不能退啊 我们收上来的预售款 已经不怎么够了 要是他们把房子都给退了的话 资金链可就要断了 相比于朱凯基的满脸慌乱不同 朱许诺则是选择了 无条件地相信我 只听他冲着朱凯基说道 爸爸 别担心 全权交给建青哥哥吧 相信建青哥哥会帮我们解决问题的 朱凯基点了点头 便沉默了下来 退房 退房 经过了一番的酝酿以后 此刻退房的声音已经到了极致了 好 可以 出乎所以人意料的是 当这些人大喊着要退房的时候 我举起了手中的喇叭 冲着众人大声的喊道 一瞬间 整个销售楼内外都变得无比的安静了下来 他们听到我说可以以后一个个面面相去 脸上写满了惊讶意外之色 我继续说道 你们退房的听好了 我们不仅愿意全款退房给你们 额外还多退二十万 多退二十万 这些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朱凯基也是一愣 他满脸为难的看着我 提醒道 侄儿 我们资金不多了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48章 我没有理会朱凯基的话 说道 你们想好了 退房了就不可能再买到我们的楼盘了 现在都可以去登记了 要说人也是十分奇怪的生物 听到我愿意多退二十万 这些人开始小声的嘀咕了起来 这朱家的人怎么会平白无故的多退钱 是不是得到了什么内幕消息 小区周边有配套什么的 不知道啊 不过我一直听说红城市 有意在那朱家地断建一所重点小学 难道这事情是真的 是吗 如果这小学盖起来了的话 那那那可就不得了啊 可不是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把房子退了可不是赚二十万的事情了 那可是要亏一百多万了 朱凯基听着众人的议论声 刚刚还慌乱无比的他 脸上瞬间变得稳重了起来 看向我的目光也多了几分 感激之色了 快快快 你们待在楼上做什么 不是要退房的人吗 快下来退房啊 听到我的话后 就连那张经理也开始变得有些犹豫了起来 不过他没有办法 毕竟还有很多双眼睛盯着他 终于张经理走下了楼顶 在众人的注视下和我们签下了退房的协议书 张经理一签下退房协议书以后 朱凯基当场就十分爽快地将全款退给了他 而其他的人看到朱凯基如此的爽快 纷纷表示不退房了 看到这些人不退房了以后 张经理脸色就拉了下来 他冷冷地望着我开口问道 你们的工地真的能复工的了吗 听着张经理的话 我冷冷地扫视了他一眼后 说道 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客户了 你没有权利问这个问题了 复不复工管你屁事 你 张经理被我的这句话气得 两瞬间就黄了起来 看到他这个样子 我心里别提有多么的过言了 不等他开口说话 我转头朝着其他的人看了过去 说道 你们买了我明日地产房子的人放心 半个月之内 我们的工地一定会复工 好 听到我的这句话 在场顿时就响起了一片贺彩之声 兄弟姐妹们 听我一句劝 我们远大集团的房子 要比他们这些小企业好多了 选我们 选我们做开发商啊 你果然是远大集团的 忽悠我们来的 见到张经理已经承认了 自己是远大集团的人 这些人纷纷地朝着张经理围了过去 好啊 你们远大集团竟然利用我们 简直是太无耻了 是啊 简直是太无耻了 不知道谁先丢了一个鸡蛋 到这张经理的脑袋上 接着更多的菜叶鸡蛋 都砸在了张经理的头上 在众人愤怒的咆哮声中 张经理夹着尾巴 落荒而逃了 看到狼狈逃跑的张经理 朱凯基这才彻彻底底的松了一口气 他抬起头朝着我看了过来 说道 见清侄儿 你刚刚说半个月之内 能够让我们的工地复工 这 这是真的吗 我也不知道 不过应该也差不多 走吧 先去看看工地吧 我说完不等朱凯基继续说话 就上了他的车 风水天衣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49章 上车以后 我问朱凯基 叔叔 你还是叫我老爸 不等我把话说完 朱凯基笑嘻嘻地看着我 在我帮他解决了这场危机 加上之前 我帮助朱家的那些事情 朱凯基已经对我有了一个 十分好的印象 听到朱凯基的这句话 我转头朝着身边的朱许诺 看了过去 而朱许诺的脸蛋 也刷得一下 变得通红了起来 竟是有些害羞了 老爸 我记得你说 你们请风水协会的会长 云台寺的大和尚 看过风水师是吧 朱凯基点了点头 说道 对对对 那大和尚看完之后 只是安分了一周 后面就十三个工人 离奇地失踪了 确定是失踪 不是死了 我再次朝朱凯基 看了过去 同他确认了一遍 同时说道 这很重要 听到我的这句话后 朱凯基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说道 是 是 是失踪了 现在也没有找到 那大和尚有没有说 你们工地风水上的问题 我继续问道 朱凯基想了一会儿后 说道 大和尚说工地闹鬼 是因为惊扰了周边的鬼魂 所以做了一场超度的法事 然后就告诉我们 没事了 说话间 我们一行人 就已经来到了 朱家的工地所在处 十几亩的工地 只是打好了地基 一根根混泥土柱子 也已经竖了起来 不过除此之外 就没有别的了 地基打好 楼盘盖起来 就快了 我下了车之后 走进了工地之中 顿时一股阴风 刮了起来 吹得我全身冒起了 一阵鸡皮疙瘩 怎么会买这块地方 朱许诺看到这里 眉头也跟着皱了起来 脸色比我还要难看 看到我们两个这个样子 朱凯基脸色刷的一下 就吓得惨白了起来 他看着我们两个问道 怎么了 有 有什么问题吗 这里以前 是不是一个坟堆 我开口问道 听到我的这句话 朱凯基连忙伸出手 捂住了我的嘴巴 然后四下张望着 一股做贼心虚的样子 小点声 别让别人听到了 不然我这房子 可又要卖不出去了 爸 这工地上除了我们 哪里还有其他的人 看到朱凯基如此的小心谨慎 朱许诺不由的翻了一个白眼 朱凯基这才松开了捂着我的手 开口说道 之前买这块地的时候 这里是块荒山 并没有多少坟堆 可是等我们把山推了 就 就怎么了 我好奇的看着朱凯基 朱凯基咽了咽口水说道 就 就傻眼了 在这山下面 零零散散地竟然分布着 两三百口棺材 棺材都已经烂得差不多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这处地方阴气这么的重 肯定是坟山 爸爸 那些棺材 你都怎么处理了 朱许诺听到后 担心地问道 朱凯基说道 全部都拉去 统一火化了 火化的骨灰都安葬在了公墓里了 朱许诺听后 眉头不由地就皱得更加的紧了 只听他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处理方式没问题啊 按道理那些鬼魂 不应该来闹事才对啊 不一定 我开口说道 风水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一千四百五十章 能给到我说不一定 朱许诺和朱凯基两个人同时转头 朝着我看了过来 只听朱许诺开口问道 剑青哥哥 一般鬼魂不是会随着尸体变迁而变迁的吗 为什么说不一定呢 我走到了工地边上 抓起了工地上的一把泥土 放在鼻子前绣了绣 这发红的泥土带着点点腥味 我让朱许诺闻闻闻着泥土的味道 朱许诺闻完以后 眉头就死死地皱了起来 他他抬起头 朝着我看了过来 说道 这是血腥味 我点了点头 说道 不错 有人把动物的鲜血 撒在了这里 让这片地方 成为了一块洋鬼地 成为了一块洋鬼地 是什么意思 朱凯基满脸惊讶地望着我 不解的开口问道 朱许诺解释道 养鬼地的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这块工地 成为了鬼的家了 鬼在这里 吃到了鲜血以后 就会一直在这里 等着吃血 如果等不到的话 就会开始害人 吃人血 啊 朱凯基听后 瞪大了眼睛 朝着我看了过来 说道 怪不得工地 接二连三会有人出意外 现在怎么办呢 我思索了一会儿后 看着朱凯基问道 老爸 你迁坟的那个地方 能带我去看看吗 可以 朱凯基点了点头 就带着我们上车 车子在去坟场的路上 我一路观察着 这工地周围的风水 这块地后面 是红城的主河流红江 大江足足有百米宽 江水清澈 江峰凌然 这是红江的中游 正是水流最平缓的地方 在红江的对面 是一个小镇 小镇平平无奇 不过奇怪的是 这小镇上的货车 却是很多 老爸 对面那是什么地方 怎么这么多货车 我又奇怪 又好奇地问道 朱凯基介绍道 对面的小镇 叫做米生镇 传闻警明到祖先 许迅的徒弟 推米在那小镇上脉 在走到一个三岔路口的时候 那车米翻了 后面百姓帮忙装米 结果大米生生不息 取之不尽 故而得名叫做米生镇 八 建青哥哥 是为你们为什么那里 有那么多货车 你怎么扯到那么远去了呢 朱许诺翻了一个白眼 开口说道 朱凯基这才反应过来 说道 对面有一条 通往一线城市的高速高路 由于高速公路的总工程师 听完米生镇的故事后 说那地方是一块福地 就在那里设了一个高速收费站 说是 以后高速收费也生生不息 我听完以后 翻了一个白眼 吐槽地说道 商人就是商人 有意思 吐槽归吐槽 车上的我拿出了手机 打开了地图 这些的看着米生镇的位置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 米生镇虽然和我们城区一江之隔 但是要到城区来 得绕到十几公里开外的红江大桥 才能进到城区来 就在我好奇地研究着 米生镇和明日工地的位置的时候 朱凯基的车忽然就停了下来 只听朱凯基说道 墓地到了 走下车后 迎面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山坡 山坡整整齐齐地立着一排排的墓碑 山风吹过 一股苍凉之感顿时席卷而来 人就是奇怪 到了墓地就会有苍凉的心情 不管这墓地有没有埋人 也许正是因为这就是人生终点的原因吧 风水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51章 剑青哥哥 为什么要来这坟地啊 那些鬼魂不都在我们的工地吗 下了车以后 朱许诺整了整自己被吹乱的头发 好奇地望着我开口问道 墓在家就在 虽然那些鬼魂被人用鲜血挤养在了那块工地 但是终究还是要回家的 说着 我让朱凯基告诉我 哪些是工地上牵过来的人 朱凯基带着我来到了坟山的最高处 在这最高处有五排大概三百多个无名式墓碑 就是这里了 看着这些墓碑 我闻到 朱凯基点了点头 说到 就是这里了 我站在第三排墓碑的地方 朝前看了过去 站在我的这个位置 正好能够看到朱家的工地 看到这里 我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说到 难怪那些鬼魂舍不得从你们工地离开 为什么 朱凯基满脸惊讶地看着我问道 我指着朱家的工地说道 你把这些死去的人想成是活人 现在这里是他们迫不得已搬迁的新家 而你那块工地是他们居住了百年的老家 你要是天天看着老家会有什么感觉 如果是念旧的人的话 那 那倒就会经常去老家看看了 朱凯基开口说道 我点了点头 说道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这 朱凯基听后 眉头就皱了起来 脸上写满了 不解之色地说道 这墓地是银台寺的大和尚 法师给我们选的呢 他会不懂这些吗 我抬头静静地看着朱凯基 朱凯基被我盯着有些头皮发麻 只听他说道 怎么了 他当然知道这些 我说道 知道这些 那那 那他还要让我们把墓地安置在这块地方 朱凯基还是有些没有想明白 朱许诺就解释道 爸爸 这事情你还没看明白吗 那个和尚要害我们啊 啊 听到朱许诺的这句话 朱凯基这才恍然大悟 他满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为什么 那大和尚做完法师以后 工地只是简单地安稳了几天 就又有人出事了 想到这里 朱凯基转头朝着我看了过来 问道 贱卿 现在怎么办 我现在重新地把坟给迁走 不能迁走 我连忙说道 为什么又不能迁走了呢 朱凯基满脸疑惑 就连朱许诺看向我的表情也写满了困惑 我进一步解释道 还是那句话 不能把鬼想成是鬼 要把鬼想成是人 你要是在几个月之内被别人强制地搬家两次的话 你会开心吗 朱凯基打了一个哆嗦 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 我 我不仅不会开心 估计还要找那让我搬家的人的麻烦 是了 你不想那些鬼魂来找你麻烦的话 最好就别去牵着坟墓了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52章 朱凯基沉默了许久以后 抬起头满脸担心地看着我 开口问道 那件青侄儿 现在怎么办 坟地出了问题 又不能牵坟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鬼魂在我们工地上吗 我环视了一眼 整个坟场 很快在坟地看到了一片空地 于是我指着空地说道 这样 你们在这片空地上搭一个亭子 多搞点桌子和娱乐设施 晚上再在这里烧点纸牌麻将什么的 对了 最好还在烧一些小孩玩的东西 烧这个东西 有 有什么用吗 朱凯基满脸迷茫地望着我闻道 我淡淡地一笑 说道 当然有用了 只要把新家搞好了 谁还会留恋老家呢 你说是吧 听到我的这句话 朱凯基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朝着我 竖了一个大拇指说道 还是见青植儿 你想的明白 我现在就办 在这里搞个老年人活动中心出来 嗯 你尽快整 三天内把这里整好 我再去工地把那些鬼魂叫回去 看完工地的事情以后 差不多到了中午 由于我和朱许诺是第一次来这里 朱凯基带着我们 在市区吃了个饭以后 就把车留给了我们 让我们自己逛逛 他择去忙工地上的事情了 望着朱凯基离开的背影 我心里十分的复杂 三年的时间过得很快 三年前朱凯基死都不肯要我当他的女婿 三年后 我已经可以和他坦诚相言了 建青哥哥 你说我的妈妈去了哪里呢 等到朱凯基上了一辆来接自己的车离开以后 朱许诺转头朝着我看过来 开口问道 我思考了一会儿后说道 你妈妈和远大集团有仇 来红城市的话 应该会去找远大集团的人 那我们去远大集团看看 朱许诺抬起头 看着我说道 我摇了摇头 说道 去远大集团也不一定能找到你妈妈 那我妈妈会在哪里呢 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朱许诺陷入了沉默之中 别太担心 金慈敬阿姨 我有打过几次交道的 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想向我们去哪里玩玩吧 我笑着看着朱许诺 宽慰着他说道 去哪里玩呢 朱许诺拿出手机 带着我坐到了 人行道边上的一个长椅子上 就开始搜索着攻略 这地方竟然还有佛教圣地 朱许诺拿着手机 凑到了我的面前 指着手机说道 建青哥 你看这里 这里有个红山大佛 看起来很不错 我看向了朱许诺的手机 手机之中的佛像 和乐山大佛有的一拼 甚至比乐山大佛还要雄伟 在这大佛的下面 是湍急的红浆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 这个今天的票 已经基本上授庆了 只剩下两张票 要不我们就去 这红山大佛播 朱许诺说道 奇怪了 一个佛教的寺庙 竟然会有这么多的人参观 我疑惑地看着朱许诺 问道 朱许诺摇了摇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扫着树叶的环卫公 听到了我们说话 他拿着扫把走了过来说道 两位年轻人有所不知 这大佛灵得狠了 怎么个灵法 望着那满脸虔诚的扫地阿姨 我疑惑地问道 风水天衣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53章 阿姨说道 很多得了癌症的老人家 去烧香拜佛献祭以后 癌症奇迹的自己好了 你说灵不灵 还有这种事情 我满脸的不相信 这扫地阿姨见到我不相信 就拿出了很多 关于医学奇迹的报道 给我看 这二十年来 至少有五十多例 得了绝症拜佛后 转好了的案例 那一张张检验单 一张张虔诚的照片 让我不由都怀疑起 这大佛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神奇了起来 走吧 我们也去拜拜 说不定就能够找到 我的妈妈了 朱许诺显然是 相信了报纸上的这些报道 拉着我站了起来 就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上了车以后 出租车司机 问我们要去哪里 当听到我们说是去红山大佛的时候 司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直接帮我们把车费给免了 朱许诺愣了一下 执意要给钱 司机说道 福报 这都是福报 不用客气 司机将我们送到了一个叫大佛公园的地方 告诉我们说大佛就在公园的最里面 靠江的地方 这公园很大 里面有过山车 大摆锤 以及鬼屋之内 十分刺激的游乐设施 我们来的时候 这游乐设施上面都坐满了人 时不时有尖锐的叫声 从那些刺激的游乐设施之中 响起 怪了 望着那些刺激的游乐项目 我转头朝着朱许诺看了过去 说道 你有没有发现 这公园里面除了这些刺激的项目 连一个缓和的项目都没有 对 一般游乐场所都是刺激项目和缓和项目搭配的 怎么这个地方连一个缓和的项目都没有 朱许诺也是十分的奇怪 或许是因为这里有大佛的原因 来游玩的人 玩这些刺激的项目更加的安心 我摇了摇头说道 不知道 去看看大佛吧 说完 我拉着朱许诺的手 就顺着人群朝着公园下面走去 要说这里的虔诚信徒也真多 在人群之中 有一条专门的信徒通达 在这信徒通道上 拉了两条黄色的绸缎 绸缎里面是一些朝拜的人群 这些人群 和去朝圣的人群一样 走三步后就摆三下 走九步后就扑倒在地上 扣下脑袋 有些人即便是身上穿着的防具都磨破了 依旧是这样磕着 陈浩天 就在我望着这堆虔诚的人群的时候 忽然间我看到了一个小老头 而且我还第一时间叫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第一次见到陈浩天的时候是在西江市 李静然的订婚现场上 孙涛就是陈浩天介绍我认识的 而且当时常老时也在现场 常老时还跟我说陈浩天也会风水术法之类的 这会风水术法的陈浩天竟然也来拜佛了 这倒是让我十分的惊讶 一般来说风水师都恪守一个信条 求人不如求己 不到迫不得已的地步是不可能这样求佛的 当我叫出陈浩天名字的时候 陈浩天愣了一下 抬起头朝着我疑惑的看了过来 他端详着我看了许久 有些疑惑的问道 你是 我是皮剑青啊 你不记得了 我说道 啊 听到我的话 陈浩天连忙从朝拜的人群之中走了出来 抓着我的手激动的说道 皮剑青 皮剑青 三年的时间不见 我都差点认不出你来了 风水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54章 嗯 我的变化很大吗 听到陈浩天这话 我十分的意外 陈浩天上下打量着我说道 剑青 你比三年前多了几分成熟坚硬 少了几分青涩 所以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是吗 听到陈浩天的话 我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陈浩天见我不相信 就从口袋之中摸出了一面八卦镜 递到了我的手中说道 你自己看看吧 我接过陈浩天递过来的八卦镜 正要看镜子之中的我的时候 忽然间发现这铜镜密密麻麻的布满了 无数道裂缝 看到这裂缝 我心顿时就咯噔了一下 八卦镜乃画傻之物 一般不易开裂 而这八卦镜竟然出现了这么多的裂缝 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陈浩天被斜碎给盯上了 而且这能让八卦镜开裂的斜碎 绝对不是一般的斜碎 这镜子是正一道的龙虎镜 就在我放下镜子 准备问陈浩天 是不是最近遇到了什么斜事的时候 朱许诺一眼就认出了 我手中陈浩天的这面镜子 正一道龙虎镜 很厉害的法器吗 我将手中的镜子递给了朱许诺 开口问道 朱许诺一边看着 这布满了军烈的镜子 一边说道龙虎镜是天师府的上等法宝 张天祖亲自所创 你说厉不厉害 陈老 你怎么会有天师府的龙虎镜 我听完以后 满脸惊讶地望着陈浩天问道 陈浩天解释道 小女陈香香是天师府张天师的再传弟子 这龙虎镜是我女儿的 原来是这样 朱许诺点了点头 随即又看着手中这布满了裂纹的镜子说道 陈老 你这镜子上的裂纹是最近才有的 还是给你的时候就有了 陈浩天接过了朱许诺帝回来的镜子 说道 哎 这镜子之前不是这样的 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镜子开始开裂了 我听后就更加的震惊了 普通的八卦镜一下子布满了 这么多的裂纹都需要十分强大的邪气 更何况陈浩天的这面八卦镜还不是普通的八卦镜 而是天师府的龙虎镜 这就更加的证明了这东西的来头大了 陈老 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邪士了 我望着陈浩天疑惑的问道 哎 可不是吗 不然我来这里拜什么神 陈浩天深深的叹息了一声 开口说道 陈老 遇到什么事情了 朱许诺追问道 陈浩天脸色有些苍白 仿佛回忆起自己遇到的事情就觉得害怕 只听陈浩天说道 你们应该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 在刘远威崛起之前 我才是红城市的首富 在红城市有很多的资产 后来刘远威来了 我就拿不到地了 开始转做物业了 这红城市最大的物业公司就是我们家的 陈浩天说道 高物业公司那好啊 基本上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 我看着陈浩天惊讶的说道 陈浩天点了点头 说道 是这样的 特别是红城商业街是我们最赚钱的项目 可是最近红城商业街总是有人离奇的失踪 等我们发现的时候 那些人全部被吸干了 就就像是被火燃烧后的干尸一样 还有这事情 朱许诺听完以后 脸上写满了惊讶之色的 看着陈浩天 风水天衣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55章 你女儿不是张家要的在传弟子吗 有没有让她来看看 我说道 当我提起陈香香的时候 陈浩天的脸上又露出了几分难过之色 说道 都怪我 都怪我 我应该让香香来的 陈浩天说着说着 就哭了出来 我和朱许诺对视了一眼 都看出了对方眼神之中的惊讶之色 接着朱许诺连忙地拿出了一张湿巾 替陈浩天擦拭着眼泪 说道安慰道 陈老 别哭 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 和我们说说 或许我们有办法解决 陈浩天缓了许久后 就看着我们开口说道 由于红城商业街发生的那些怪事 我就叫我女儿香香来看看 看看是不是能够解决了 前几天香香来了以后 带着两个天师府的弟子 去了红城商业街了 结果 说到这里 陈浩天又哽咽了起来 结果怎么了 我急忙地追问道 结果 结果那两个弟子都死了 而我家的香香也失踪了 不知道是死是活 你家香香的风水术法如何 三个月前 刚被天师赐封为红衣高宫法师 陈浩天红浊眼眶 紧紧地望着我说道 红衣高宫法师 那可是仅第一次 那可是仅低于子医长老级别的存在 身为红衣高宫法师的陈香香 竟然失踪了 我越听越是觉得不可思议 对了 建青 你 你是天一 常年和鬼神打交道 你能帮帮我们看看吗 陈浩天将所有的希望 都放在了我的身上 只要能找出我家的香香 我 我肯定亏待不了你 我连忙说道 陈老先不说亏不亏待的事情 我这三天还有些事情 等处理完了我再去你们那里看看 谢谢了 谢谢了 到时候你有空了联系我 陈浩天连连朝着我 到写完毕以后 又留给了我一个电话 转身便再次进到了朝圣的队伍之中去了 这 这红城市的怪事真多啊 怎么都让我们给遇到了 朱许诺转头朝着我看了过来 脸上满是惊讶地说道 我苦笑了一声说道 谁让我是天一呢 天一自带引煞的功能吧 走吧 我们去看看那红山大佛 说完 我就拉着朱许诺到了公园的最下面 在公园的最下面 是一条波涛汹涌的红江 而我们要看的大佛 就在江对面的山上 足足有百米高 佛像森严 隔着一条红江 我都能够感受到那佛像的威压 只不过不知道的为什么 当我看到这尊佛像的时候 身体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 又一种无比阴冷的感觉 特别是当我看到那佛像的眼睛时 那眼睛不像是佛 反倒像是魔 我转头朝着朱许诺看了过去 朱许诺的脸色也是十分的难看 风水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56章 不等我开口说话 朱许诺便指着红江对面的大佛说道 这佛有问题 喂喂喂 哪里来的不懂礼貌的女孩 怎么能拿手指佛像 就在朱许诺刚一抬手的时候 几个老人家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冲着朱许诺骂道 不就是一尊十像吗 有什么不可以指的 知道这尊佛像不是真正的佛像 而是很有可能被人利用过后的东西以后 我翻了一个白眼 开口说道 一个穿着花衣服的老太太 听我这么说以后 当场就表示不开心了 说道 普通佛像 小伙子你是被假和尚给骗傻了吧 这尊红山大佛 可是红城市最有灵气的佛像了 哪里有灵气了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 哼 你要是不信的话 等正月初一佛法大会的时候 你再来看 花大一大娘说道 佛法大会来看什么东西 朱许诺疑惑的朝着老太太看了过去 不解的问道 每年正月初一的佛法大会 佛祖就会显灵 来这里的人能够看到佛祖的真身呢 有缘人还能够被佛祖恩典转运长寿呢 阿弥陀佛 正月初一 佛祖会显灵 我十分的惊讶 离正月初一不就只差了一个月吗 我又望了一眼那佛像 我看那佛像的时候 那佛像仿佛也在看我 你们两个小辈来着旅游就好好旅游 不要妄言佛像 要是佛祖怪罪下来的话 可就不好了 呵呵呵 放心 佛祖没有你想的那么小气 听到我的这句话 老太太的脸上又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说道 你这老古板不可理喻 我还要说话 朱许诺拉住了 我说道 言论自由言论自由 让他们说 走吧 这大佛没有什么好看的 虽然我知道这尊大佛有些诡异 必定是有风水圈的人 在这里搞了什么阵法 但是不要多管闲事 是奶奶经常告诫我的事情 看完这大佛以后 我跟着朱许诺 又在这大佛公园走了一圈 差不多快到五点左右 一股阴冷之气就扑面而来 让我不由的打了一个冷战 阴阳轮转 晚上到了 由于现在已经十二月了 红城虽处南方 但也有着湿冷之气 而朱许诺则只是穿着一身白色短裙 我担心朱许诺受凉 就将身上的黑色外套脱了下来 披在了朱许诺的双肩上 当我棉袄 披在朱许诺身上的一瞬间 朱许诺愣了一下 转过头朝着我望了一眼 就这么一回眸 让我心头猛然一荡 剑青哥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公园里的阴气明显很重 披着我的黑色外套的朱许诺 满是心事的说道 我点了点头 说道 这地方阴气 确实比寻常的地方要重得多 这是大风水阵法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想要在这里做什么事情 听到我的这句话 朱许诺沉默了一下后 抬起头看着我说道 这里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风水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57章 我摇了摇头说道 不用担心 红城有风水协会 要真出了什么事情 自然有风水协会的来处理 我们去吃晚饭吧 嗯 就在我带着朱许诺 要离开这公园的时候 朱许诺看到 那无比刺激的过山车 忽然说道 剑青哥哥 你坐过过山车吗 我愣了一下 我从出生开始 就跟着奶奶 在药铺子中长大 而且必须要装风卖啥 可以说没有童年 所以根本就没有接触过 这些游乐设施 走 我们去坐坐 见我摇了摇头后 穿着白裙的朱许诺 就拉起了我的手臂 快步地朝着 过山车的路口跑去 一股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买了票以后 望着这将近 有一百米多高的过山车 我心里有些忐忑 转身要下去 朱许诺却是一把拽住了我 笑嘻嘻地说道 剑青哥哥 你鬼都不怕 还怕着过山车啊 望着这一百多米高的地下 我苦笑地说道 抓鬼我的命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 可是做着东西 我就感觉我的命被别人掌握在手中一样 小伙子 你就放心吧 有佛祖保佑 不会有事情的 我们马上要发车了啊 就在这个时候 过山车的工作人员走到了我的身边 安慰地说道 佛祖 哪里来的佛祖 我惊讶地回头 朝着那个工作人员 看了过去 工作人员伸出手 指向了将对面的方向 站在我们这个高高的平台上 正好能够看到那尊大佛 不知道是心理原因 还是怎么回事 听到工作人员说 这尊佛会保佑我们 我就感觉这佛像 在冲着我鬼笑 我心里也不由地 打了一个颤抖 你们还玩不玩了 不玩的话就赶紧下去 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 是啊 是啊 胆小鬼 你要是不爱玩的话就下去 别人还要玩呢 过山车上 其他已经坐好的乘客 有些不耐烦了起来 朱许诺见我 确实害怕 他十分体贴地说道 见清哥哥 要是你害怕的话 那我们就不玩吧 走我们回去 朱许诺虽然这么说 但是他的脸上 多多少少地闪过了 一丝失落之色 就在朱许诺 要拉着我下去的时候 我拉住了朱许诺的手 说道 走 我们一起坐 由于过山车的前排 已经坐满了人 只剩下了最后面的两个空座位 我拉着满脸惊喜的朱许诺 就直接坐了上去 在系好安全绳以后 我偷偷地掐了一道安魂诀 此诀在人遭遇刺激的时候 可以安稳住心神 说白了 就是能够让人 不至于被吓得丢了魂 随着一阵设备启动的铃声响起 过山车的第二道防护装置 就打了下来 这第二道防护装置 打下来的时候 朱许诺转头朝着我看了过来 说道 我说什么来着 这个过山车还是十分安全 不要害怕 啊 朱许诺的话语 刚刚一落下 过山车就启动了 在最高点的过山车 直接俯冲而下 吓得朱许诺 发出了阵阵尖叫声 而我因为有安魂咒 加持的原因 只感觉耳边风声鹤唳 倒也没有被吓得那么的严重 随着过山车越来越快 我便发现了一个 非常诡异的事情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58章 随着过山车的速度 越来越快 寒风扑面而来 过山车上更是尖叫连连 呼 在过山车的速度 到达了几点的时候 只听呼的一声 在我看到 包括朱许诺在内 过山车上 所有的人身上 都冒出了三团魂火 这三团魂火 分别在人的双肩 和印堂之上 这是生命之火 在受到惊吓的时候 会冒出来 普通的人 看不到 但是有高宫的法师 能够看到 好在我手中掐着鞍魂绝 身上的魂火兵没有被吓出来 过山车围绕着三个连在一起的大圈开始迅速地转动了起来 等到这过山车冲到第二个大圈圈顶的时候 我看到车上的这些人身上的魂火 开始出现了脱离身体的火星子 望着这些火星子 我并没有觉得奇怪 这些火星子便是人的元气 人在受到惊吓的时候 元气便会从身体之中出来 我知道 等到过山车停下来的话 这些元气就会进到主人的身体之中 到时候也就是人们常说中的虚惊异常了 我转头朝着朱许诺看了过去 朱许诺身体之中的元气也被吓了出来 不过他还好 那些元气离得他十分的近 阿弥陀佛 就在过山车进到第三个大圆圈的时候 忽然间我的耳边响起了一声佛号 听到佛号的我心中大害 转头就朝着那声音响起的方向看了过去 从我的这个方向正好能够看到 江边的那尊大佛 而此刻 江边的那个大佛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在我震惊的注视下 那大佛张开了嘴巴 他要干嘛 望着大佛那张开的嘴巴 我心中大惊 意识到有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呼 果然 大佛在这个时候猛地吸了一口气 刹那间围绕在过山车周边的火星子 全部齐刷刷地朝着大佛的方向飞了过去 糟糕 这大佛在吸这些人的元气 我心中大惊 第一时间朝着朱许诺看了过去 从朱许诺身体之中散发出来的那元气 也正朝着那大佛的方向汇聚了过去 糟糕了 朱许诺的元气也要被那法佛给吸走了 见状 我心中大惊 双手握成葫芦状 就朝着朱许诺的元气打了过去 同时大喊了一声 收 随着我的收魂咒一拉 那些朝着大佛涌起的元气 又一次被我纷纷地拉了回来 大佛见状 一双佛眼朝着我瞪了过来 也就是那佛眼朝着我瞪来的一瞬间 我只感觉魂魄一颤 手中的葫芦法印就松了开来 而随着我手中的葫芦法印松开 这些元气如潮水一般的 就朝着大佛的嘴巴之中涌了进去 元气一旦被别人给吸走的话 失去元气的人 轻则大病一场 重则吃傻 啊 在一阵尖锐的叫声中 过山车上其他人的元气 全都被大佛吸进了身体之中 而那大佛身上散发出来的阴冷之气 又浓了几分 眼看朱许诺的元气 也要进到大佛的身体之中的时候 朱许诺的元气忽然就定格住了 呵呵呵 风水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59章 就在我心中无比疑惑的时候 一声冰冷的笑声 忽然从朱许诺的身体之中响了起来 这冰冷的笑声带着一股极寒之气 如让人置身于冰窟之中一般 让人全身毛骨悚然 听到这冰冷的笑声 我心中猛然一惊 转头朝着朱许诺看了过去 这不看还好 一看顿时吓了一跳 只见在朱许诺身上跳动的那三团火焰之中 他印堂中间的那团火焰出现了一个穿着着红衣 戴着红盖头的女人 看到这女人的一刹那 我顿时就愣住了 因为曾经在金盐儿佩戴着的那个棺材 吊势之中我也看到过这么一个女人 从女人红盖头下 尖尖的下巴来看 我能够确定 这个女人和金盐儿当初棺材吊势之中的女人是一个人 看到这里 我心中大害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过这个女人了 女人全身散发着阴冷的气息 这不是一般的阴冷 而是那种冷到骨子之中的阴冷 这女人给我的感觉比那大佛还要危险 她是谁 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金盐儿和朱许诺的身体之中 就在我疑惑着这女人是谁的时候 很快就有了答案 因为女人开始说话了 那红色盖头下的女人冲着释迦摩尼 佛像冷冷地说道 小小邪佛 也敢在我五朝娘娘面前出丑 五朝娘娘 这女人的名字叫五朝娘娘 想起五朝娘娘 我就想起了狮鬼和那神肖派一直要找的五朝公主 这五朝娘娘不会就是传说中的五朝公主吧 想到这里 我心中大害 别提有多么的震惊了 更让我震惊的还在后面 只见朱许诺印堂之中的那个红衣女人 单手随便地在空中结了一道开山印 接着开山印迅速地就朝着红衫大佛的身上打去 轰隆 还不等我看到道印是怎么出去的 远处的佛山处响起了轰隆一声巨响 整个大山便开始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而且随着佛像震动得越来越厉害 佛像的脸上开始咔咔咔地出现了十几道裂纹 透过那裂纹 我仿佛看到了一口金黄色的棺材 不过也就是一瞬间的功夫 那裂纹在神秘的力量作用下 又合在一起 那金黄色的棺材也消失在了我的面前 以此同时 我们的过山车也已经到达了终点 停了下来 过山车刚一停下来 朱许诺身体之中那些 由于受到惊吓而飞出去的元气 则全部地回到了他的身体之中 随着元气全部地进到了朱许诺的身体之中 朱许诺的三道魂火刷的一下 也全部进到了他的身体之中 真真刺激啊 魂火消失后的一瞬间 朱许诺满脸激动地朝着我看了过来 说道要不要再玩一次 我没有回答朱许诺的话 而是让朱许诺看其他的那些乘客 只见过山车上其他的乘客 一个个全都傻傻地坐在原地 满脸的茫然 我去 他们 他们的脸怎么这么的白 怎么都吓成了这个样子 看到一个个愣在原地的人 朱许诺的脸上写满了惊讶之色 开口说道 是被吓丢了魂吗 没那么严重 他们丢的是元气 我说道 元气是魂的一部分 吓丢了后八字墙的人大病 异常以后就能够缓过来了 八字弱的人恐怕就得落下病根了 风水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60章 听完我说的话以后 朱许诺一脸比一地看着那些 恍恍惚惚的乘客 说道 他们的胆子真小啊 玩过过山车都会被吓得丢魂 我就不一了 一点都不怕 是是是 你胆子大 我拉起了朱许诺的手 就从过山车上的高平台走了下来 只不过想起朱许诺身体之中 那盖着红盖头的女人 我心里就充满了疑惑 那女人刚刚和那些佛斗法的时候 说自己是五朝娘娘 那是不是说明五朝公主就是朱许诺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神肖派和狮鬼一直要找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朱许诺 想起五朝娘娘那阴冷无比的样子 我心里就十分的复杂 建青哥哥 你在想什么呢 怎么心事重重的样子 走下平台以后 朱许诺转头朝着我看了过来 问道 没事 我随意地回答了一句 不过很快就被朱许诺看穿了 只听朱许诺阴沉着一张脸说道 建青哥哥 你说过的有什么事情不能瞒着我的 看到朱许诺有些生气的样子 我沉默了片刻后 说道 我在你的身体之中看到了 就在我要把我看到红衣女人的事情 说出来的时候 忽然间我感觉我身后 传来了一阵阴冷的气息 有人在监视我 感觉到这阴冷气息的我连忙闭上了嘴巴 朱许诺连忙追问道 你看到了什么 我说道 我在你身体之中看到了金炎儿 啊 看到了金炎儿 朱许诺脸上写满了疑惑之色的看着我 而我在说出这话的时候 明显地感觉到身后那阴冷的目光 也带着几分疑惑 感觉到这阴冷目光的变化 我便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知道暂时忽悠到了 那身后监视着我的疑惑目光了 走吧 这诡异的公园 我是一刻都不敢久留 拉着还满脸复杂的朱许诺 就离开了这里 直到回到朱凯基 在红城的别墅以后 朱许诺才问我说道 贱卿哥哥 你 你 你真的在我的身体之中 看到了金炎儿吗 没 没有 我想起朱许诺以前和我说过的话 无论如何都不能骗他 那你看到了什么东西啊 朱许诺奇怪地问道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说道 我看到了一个红衣女人 一个盖着红盖头的红衣女人 啊 听到我的话 朱许诺瞪着大大的眼睛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说道 那那那女孩的胸口是不是还吊着一个金色的小棺材 金色的小棺材 经过朱许诺的提醒 我赫然想起那穿着红衣的女人胸口 确实有一口金色的小棺材 你 你 你怎么知道那女人胸口有金色的小棺材的 我抬起头 看着朱许诺 奇怪地问道 朱许诺沉默了许久以后 脸色有些惨白地说道 这些天晚上 我总是莫名地做一些梦 梦到自己穿着红色的衣服 带着红色的盖头 而且在我的胸口 还吊着一个金色的小棺材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